以往香港人去日本最喜歡去藥妝店買東西 但這幾年香港也開多了不少藥妝店 到底來到日本我們還買什麼好呢? 一於等記者帶大家走一次大阪深渣橋的兩間大型藥妝店 說說兩地藥妝店大不同吧 首先來到深渣橋的這一間 大大隻字在門口就寫明是免稅 擺明是做遊客生意 一到門口已經有大量的口罩款式 什麼顏色都有 而且價錢都非常合理 推介這一款 戴上去就會有小顏的效果 適合貪美的女士 藥妝方面 除了以往很受香港人歡迎的這一款之外 都多了不少新產品 再走進去看化妝品 看上去就好像很多款 但看清楚 極大部分香港都買得到 全部包裝都好像似曾相識 不過價錢當然便宜一點 加上日元低位 大家都可以考慮一下 類性用品方面 不知道會不會有驚喜呢? 不過就這樣看上去 都是香港市面買得到的品牌 然後二樓是家庭用品 洗澡液、洗頭水、洗衣服 這裡都有 另外還有少量卡通雜貨 看完這一間去隔離店 隔離樓高三層 同樣門口擺滿口罩 價錢看上去就差不多了 走進去還有一個貨架 超過30種口罩款式選擇 不過他們就有隱形眼鏡 全部都是日系自然款 香港藥妝店未見過 埋單的時候 就需要填一張新布的表格 樓上就是化妝品 開架品牌其實都是大同小異 日本女生從頭到腳都很講究 所以這間藥妝店有色品 價錢幾百元就有交易 總結來說 走完兩間藥妝店 雖然貨品看上去就好像很多選擇 但因為香港實在太方便 所以不少牌子 根本在香港已經賣得到 不過去旅行又不用想太多 見到合心水的不妨買它 開心消費最實際 對嗎?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鐘 幫忙訂閱